全欣赏现代舞蹈的民众有福乐 屯区艺文中心从8月到11月 举办2017音乐舞蹈艺术节 以现代舞为主题 邀请5个国内知名的舞蹈团 像是舞垢、世纪当代舞团等等 接力来演出 让民众感受自由又创新 最贴近生活感受的现代舞之美 世纪当代舞团的舞者 以蝴蝶的意向探索舞者的肢体 和环境的交互关系 结合古典、武术、芭蕾 以及现代舞的不同元素 舞者化身为奔驰的蝴蝶 穿梭在喧嚣的城市当中 这处狂放的蝴蝶 让人感受到丽与美的结合 不只是在外面看到的花花草草 我们可以把外面的花花草草 幻化成另外一种语会 我觉得这是在所有的创意人 应该是这样 创意在生活里面 去把它展现出来的 包含我刚刚说的 下雨声 它也可以用钢琴的声音 把它用下雨的意向去把它展现出来 所以只是你多花一点点时间 去聆听所有的事情 你会发现说真的很不一样 让我们这个地方走进来 也让大家走出去 这是一个大家感受艺术的地方 那艺术是发自心灵的 从生活出发 没那么遥远 所以它不是殿堂 它是生活 它是心灵的一个感受 所以欢迎大家 一起来囤曲艺文中心 让这个地方扎根 什么扎根呢 文化艺术的种子来扎根 现代舞充满自由与创新的精神 同时和生活息息相关 多样的形式 有着无限的想象空间 囤曲艺文中心2017年的 音乐舞蹈艺术节 以现代舞为主题 邀请到五个国内知名的舞团 接力来演出 让民众感受最贴近生活的 现代舞之美 其实我们很紧张 希望我们把每次的作品 都做到最好 那希望我们可以把 无垢的最纯净的精神 带到台中跟所有的朋友分享 跟民众更多的亲近 所以我们带来的 就是视觉装置结合舞蹈 然后是邀请观众 跟着舞者一起共游这个餐馆 然后观赏演出的这个 逐印复合体的舞蹈演出 除了是继当代舞团精彩的演出之外 这次还首度邀请到 五个舞蹈剧场到台中演出 而稻草人现代舞蹈团 则是利用生活中常见的物品 做成表演服装 让视觉装置艺术 结合舞蹈演出 同时打破表演场域的界线 以舞者独特的足迹 带领民众从展览厅 移动到演艺体当中 相当的精彩 欢迎民众到场来欣赏 谢谢船庄 台中采访报道